大家好,這裡是原來是醬紫頻道 今天來介紹一下我今年大概是最後開的西雷利亞 目前最後的應該只剩三顆到四顆 這邊還有一顆在抽他的那個新花包 那這一顆是最後面的 那這一顆呢是倒數第幾顆的 那這一顆其實還蠻野性的美 有沒有看到他的花瓣啊 他的花朵都已經翻得亂七八糟 其實這種各級就是比較野性的美 因為這一顆是一顆三彩的後代 那所以這種東西就會變成他的花形 沒有那麼的穩定性 也沒有那麼多人工雕琢 其實我覺得這種美是另外一種美 就是飄逸的美 雖然他不是正統的圓圓的花形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蠻飄逸的 那這一顆其實還蠻漂亮的 我是這樣覺得 雖然他整體都是往後凹就對了 那這一顆是一顆就是三彩的後代 三彩交配完的後代 那其實呢 這種 西雷利亞他的變化性非常的多 那最近我比較喜歡的是那種 TKB的後 TKB的 形狀 你如果去玩西雷利亞 你會聽到一個叫TKB的名詞 那什麼是TKB呢 這一顆就是標準的TKB 這一顆 TKB呢 他就是葉子比較長 然後他可能會有比較多的分支 那花形通常不會很標準 那就不會很完整 那但是他就是一種性狀 像這個性狀就是他的葉子很長 長長的不是那種圓葉 有些葉子是圓圓的 他是長條形的葉子 那這種TKB呢 其實比較出現在 像這一顆是TKB分生苗 分生的分生的個體 TKB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TKB去教TKB的後代 通常會變圓葉 也不知道為什麼東西 理論上應該是會變成 長條形的葉子 但是 有些都是圓葉 像我手上有些都是圓葉 搞不清楚為什麼 他是因為這種長條形的葉子 我覺得很有質感 很有野性美 那在市面上 你去找西雷利亞的時候 你常會看到TKB這個名詞 其實他不是一個產區 也不是一個產地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 你如果有些人會寫TKB產地 其實他是有問題的 就跟一些仰藍的討論結果 他是一種信真 就是從裡頭選出來的一種信真 這種信真就是他有長長的葉子 然後他的花比較容易分岔 然後他顏色會比較深 這個就是他很特色的地方 那這一顆是分生苗 所以你看他的花完全保留的圓竹母豬的狀況 就是有斑紋 然後他葉子比較長 這個是我比較喜歡的個體 因為最近都在找長葉的個體 原葉感覺就是比較人工一點 比較喜歡長葉型 前段有一種長葉很大顆的那種 TKB個比就非常的漂亮 那沒辦法找不到那麼大顆 因為那大顆也太貴了 那我們就從小顆的養起 那這一顆就是 這顆也是TKB的 其實可以看他的葉子 非常的長 非常有有那個長葉型的感覺 那 可長葉型的真的是不多 現在比較常看的是原葉型 就是看那葉子圓圓的那種那種個體 現在比較多 好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養西雷利亞 西雷利亞我這邊養了大概有100多顆 基本上100多顆以上 因為我出了很多平秒 然後平秒以後 他就一直保留下來 因為我平秒的存活率還蠻高的 大概有90%以上 基本上不太會死 那整體下來以後 出個幾瓶就是超幾百顆的 沒辦法 因為每個都吊起來 那是露台嘛 吊起來 長起來就是選比較好的花朵上去玩 那這一顆其實就是那種野性美的 西雷利亞 如果你有種西雷利亞 你會知道說 西雷利亞 那顏色很多變 有些會有斑點 像這個 這個有一點點斑點 有些沒有 像有些 有些這個線條會更明顯 有些不會有線條 有些有香味 有些沒有香味 所以他的個體變化性非常非常的大 從幾年前他就慢慢的變成 比較大家比較接受的那種市場花 雖然他的 雖然他的花期不是很長 相對於他的花期 因為他不是蠟子花 所以他不是很長 他比較偏紫紫的東西 因為雖然帶一點蠟 但是還是 大概還是偏紫紫的東西 所以他就是沒有那麼長 OK 那如果你有種西雷利亞的 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那今天節目就到現在 如果你喜歡我們頻道 歡迎訂閱我們 並分享我們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見囉 拜拜 還有訂閱我們 按讚我們 訂閱我們 還有訂閱我們 按讚我們 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